欢迎来到Coffee Talk Mirion 今天我们不是主场 我们今天有个嘉宾 是一个物理治疗师 那么快就说 我想他们猜这个是什么 很难猜的 算了 现在猜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脊椎 脊椎是吗 对 我们还没介绍Cavin 好 Cavin Choi 他是钻刹的物理治疗师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今天我们要讲解老人家 如果他们有什么痛症 出着院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 是吗 是的 因为据我所知 不知道是否正确 Cavin一会儿说一会儿 通常是 看物理治疗 都是 应该是 我认知的两个原因 一是突然疼痛 有痛症 第二是 可能会有些事 入医院 甚至有些手术要做 做完之后 我应该是要有些物理治疗的诊治 或者令到他们康复快些 是 我觉得对不对 是的 Patrick 主要是两大范畴 第一是一些痛症 例如膝头歌 退化 听得最多 换菠萝盖 之类 或者老人家是肩周炎 我们听得多 这些是痛症类 但另一方面 我们经常做的一些案例 就是 老人家住完院回来 整个人掉了 整个人的体能变差了 即是本来 他走出街买菜 回来都没问题 可能一个 突然间高血压 住了几个星期 在医院 没什么怎么下床 去运动 他的体能会降低得很快 可能回来 他连站起床 走到厕所 那些我们都会多症 刚才听你所说 最初就说 痛症 我们都说 腰酸背痛 通常现在长者一般 香港长者 通常是什么情况 如果痛的话 是哪个部位 比较上你经常见到的呢 长者来说 可能他们的活动 已经不是很激烈 所以 会比较少 突然间追监盘突出 扭到腰 少一点 反而很多我们做的症 最多都是两个 失离菠萝盖 特别是 本身比较大部分 已经退化到 会比较重 更加上菠萝盖 有点磨蟋 更加上肌肉 又开始弱弱 那些痛症 会更加严重 高兴起来 可能只是使用 梁腕、穿褲 穿褲 也很困难 不就不是弄腰 是摘着腿 或是楼梯 真的没办法走 可能要把水梯去摘楼楼 住楼楼 如果行不到楼梯 就等于不用出街 那么我们做得多 很多时候 听长者说 不出街 是呀 不想走 上樓梯有沒有去 或者下山這些事 都不想做 或者是家人會說 其實他都能走一下 他只是喜歡坐輪椅 沒有輪椅他不出街 他寧願不走 算了 就是想有人推他 可能他也有可能走一下 但沒有信心 有時又怕跌性 他可能會安全一點 我寧願坐在輪椅 他浪費了 因為他本身有potential 這樣可以走 好 剛才你提到膝頭哥 早前你也提到五十肩嗎 五十肩 或者肩周炎 舉起隔頭 我們跟膝頭哥說 如果一般膝頭哥發生了 剛才你所提到的問題 作為物理治療師 會怎樣去診治他 首先要看的 因為很多人 總之每個膝頭哥 痛的人 有這麼少年紀 就會覺得自己是退化的 就會覺得是否波羅哥虧了 要換教才可以 但有時我們叫他做一下 Patrick 不如你幫我摺一下腳吧 咦 不是啊 一摺可以曲得完 是 不是那麼多雜聲 也不會真的很痛 他只是集中在 咦 可能沒有什麼聲音 亦不會說去到九十度就卡住了 咦 那我發覺那個人又不是太重的 我便會發覺好像不是真的退化那些圖案 可能只是有一些 可能是膝頭哥周邊的肌肉緊張了 可能真的坐得多 坐得緊了 僵了 那些肌肉扯緊了的關節 它都會做到 你走路又痛 流灘又痛 但我們簡單查一查 咦 不是啊 都不能停下 我們便知道 咦 未必是退化 有得做 但甚至另外一件事 就是 咦 不是啊 它真的一拿起九十度就卡住了 那很多時候 我們做一些舒緩 或者做一些強化運動 就算它未必給回原裝的膝蓋去 但起碼走路又不痛 管理到兩級樓梯 那它的生活質素亦會提高 哦 也是的 還可以啊 那通常這些療程 我們叫做 我也知道會視乎嚴重性 但一般來說 會不會 哇 要搞很久 會不會呢 一般來說 譬如真的有一些少少勞損 大腿 基本上大腿肌肉緊了 可能做一兩堂 鬆了大腿 筋柔軟了 它已經解決了它的問題 但如果有一些情況 就是我已經痛了大半年 甚至幾年 一打一條腹 看看大腿那麼瘦 即是大腿只有肌肉 沒什麼肌肉 那我們的期望可能就要現實一點 我們就不想三四堂可以搞定 可能我一個星期每次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手法 讓你舒服一點 做一些運動 強化大腿 做完之後 你每天做功課 一般來說 我們做八個星期之旅 八個星期 十個星期 即大概兩個月左右 是有些事情可以看的 如果你勤力做功課的話 可以增加少許肌肉 當然要吃東西 要吃足一點 生肌肉 要有力一點 其實分償來說是會增加的 好的 所以除了物理治療之外 你的驗藥也很重要 一定是 所以幫助生肌肉 一直訓練習 這樣就可以做到 對 沒錯 好的 即是在診治的過程中 要注意營養方面的吸收 我都會問家人 大多數老人家吃東西很清 可能幾條菜 兩塊肉片 他就一天 一天 他吃不夠 其實肌肉就會流失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可能你要問營養師之類 確保養得足夠 運動量要足夠 休息足夠 互相配合 別想著放頭便會 因為放頭便會流失 明白 剛才你也說了 至於腰50斤 我經常都有 我現在不是50斤 50斤 還未夠六斤 差不多 那些叫肩周炎 那些是突發性的 一般肩周炎 一般是偶下起的 當然有些叫第二種肩周炎 即是曾經撞傷過 他忽著 經常都怕痛 不肯遞起 發覺真的緊了 一般如果只是說 舉起手 有些卡 但仍然舉得下 那些未必真的是肩周炎 因為肩周炎 不是有圖案的 即是說 譬如我的手 向前舉 是差 又痛 抱歉 我要 向側面舉 更加差 也更加痛 跟著我們的手肘 譬如我們把手臂向外旋轉 是 更差 更痛 更加痛 但如果你說來到這裏 緊緊地 拗不到背脊 扣不到手臂後面 有時未必是 可能只是肩膊肌肉緊張了 或者有些肩膊肌肉 可能有點發炎 那你處理了那些肌肉 就沒有問題 那通常現在長者 肩周炎都多了 會不會呢 以 trilogy 一個人一身中 我想機會也很大 去到這最大 40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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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少有機會 都有機會 有時突然間睡醒便有 還是一個確實典型的堅舟業 如果是的話 一般我都會跟朋友說 不用怕的 堅舟業通常都是一個自己resolve 即是會自己購好的東西 千萬不要去找神醫 不要去找 不要浪費錢 因為它有一個時間時間 十個月至一年半 它開始通到飛氣也好 但它慢慢會不痛 它慢慢會鬆 十個月十個月很難捱 但我講過 起碼你有一個終點 你不是磨完磨了就很痛 它多數都是自己resolve 所以開頭是難捱 但我們可能做一點手法 令到它周邊有多空間 肌肉沒有那麼緊 它會痛少了 但它會僵硬 僵硬我會勸它不要咬牙關 咬毛巾不斷死 因為多數咬它未必會很大進步 只有一個痛字 但你不理會它 它慢慢又會好 它不用多年 不用多年 它幾個月 你預計它可能半年左右 其實它多多少少 它一路會鬆掉 但有些人真的不是很長者 像我一樣 未退休 兩三星期 青壯年 它有這個情況 有時我們都會跟醫生合作 譬如他真的痛到飛氣 他的工作是經常都要 拿東西 他會作理這場是這樣的 我們會提醒他 不如去醫生那裡 給醫生看看 有些醫生都會跟他打一些 像麻藥加上類固醇的針 打到關節那裡 賺開關節 其實它會進步得很快 令它舒緩了 打完後會痛少很多 而且它會恢復 活動幅度會快很多 OK 剛才有提到痛症 也是要透過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也有看之前的物理治療 有些是密充 即是在肩膊上打兩塊 你會否有這些方法去診治 一般的機器也會有 例如剛才所說的 我們一般叫做干擾波 或者叫做TENS機 那些都是密充 電、電療 不是那些電療 電一下它、炸一下它 其實是一些止痛的手段 即是肩膊很痛 就貼一下它 或者吸住它 放少許電流給它 就給了一些痛的訊號 你的神經 但這個神經 忙於接收我的機器的訊號 就忘記了自己的痛 其實它的原理大概是這樣 阻止了你本來的痛 但你說這樣電一下 是否可以治好一個痛症 就未必可以 即是根治不了 但有時治標有治標的好處 痛到飛起 痛到飛起 你怎會跟它說運動呢 是吧 那我先電一下它 讓它沒那麼痛 但是去到根源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找到一些 身體上一些 不是很活動 你不是很用得到的肌肉 我們訓練起它 又放鬆一些太過緊張的肌肉 其實很多痛症都是這樣以來的 OK 變成做肌肉做肌肉的好處 但我們自己就做很多訓練 訓練的事情 即是有一些階段性 即是初階痛的 所以先減退它的痛楚 接著會進行一些肌肉上的訓練 沒錯 那你這樣的醫療 有否有些長者會否窮他 放一些東西在衣服上 你有沒有試過 不要 有些東西貼在這裡 或者一些感覺 反而反過來 長者可能初期很痛 他很喜歡的 但有些人已經很明確說 其實我已經做過了 在醫院見過 也不行 我會提供另外一些解決問題 各個不同 但有些人又哄哄 有些人又死都不做運動 成事人都未做過運動 我就不做了 那些人就哄哄它 有些止燙的機器就做一下 不過我們做一千來一個運動 只是幫我在屁股上隔十下 一般哄哄它 其實他都會發覺 咦 不是自己做到的 又不是太辛苦 有很多信心 不是做到他喘氣 做到他真的感覺到法力 他有些成功感就慢慢飆了 好的 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先說完這一點 因為我們在說痛症 我們下一部分就說說 有些未必是痛症的 可能剛才我所說的 在醫院或甚至是 施施完手術回來 都要做一些物理治療 診治 我們下一部分 就叫Kelvin再說一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怎樣做 好 我們待會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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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